又一具活生生的尸体被做成雕像 致力在了城市中 全人上架被涂满了白旗 远远看去都透着一丝的可怕 女孩还在里暗恋的小帅 热情地分享着雕像的事件 殊不知 眼前思维的小帅 竟然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这几天 城市里发生的所有雕像事件 都出自于她的魔掌 女孩一边和小帅走出公司 一边嘴里哼着小帅最爱的歌曲 听到歌后的小帅 眼睛突然传来一阵刺痛 而另一边 我们的男主大壮 也通过小帅的右眼 再次看到了眼前的一切 通过一处建筑 得知了小帅工作的地方 为了找回自己的右眼 大壮很快来到了这里 准备来个守株待兔 果然没过多久 大壮就等到了和小帅一起下班的女人 可没想到 自己失去眼球的眼眶 把女人给吓了一跳 导致女人以为大壮是坏人 面对大壮的嗜好 两人头也不回的就溜了 中午 小帅和女孩吃饭时 眼球突然又出现了刺痛 这让大壮再次获得了他的事业 这一次 大壮通过眼球 碰巧看到了店里的广告 于是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这家店里 结果就在开门进来时 微信和小帅擦肩而过 看到突然冒出的大壮 女人露出了害怕的表情 男同事见状 感觉到了不对劲 大家都以为大壮是坏人 所以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深夜 女孩找到小帅 想要把饭店的事情告诉他 以便和小帅关系更进一步 此时的女孩 已经被爱情充昏了头脑 乖乖听话的来到了浴室 解开了衣服扣子 几个小时后 女孩狼狈的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晃晃悠悠悠的来到了小帅的书房 拿起了书桌上的画册 里面全都是小帅的杰作 可女孩看着看着 脸色就缠了下来 因为她意外发现 这本相册里的画像 竟然正是那些雕像案的原型 没能女孩反应过来 卧室那边突然传来着动静 现在评论多个爆爆 就可以出发新的得效 大家赶紧试试吧 第二天一早 又一座雕像就出现了 不过随着镜头的拉近 死者并不是女孩 而是一个老人 此时的女孩 欢迎在公交车上 看到了事件的报道 这是雕像的造型 和她昨晚从画册上看的 一模一样 女孩这才意识到 自己暗恋的男神 是一名杀人凶手 可没想到的是 女孩并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选择了和小帅当场对峙 为了安全着想 她还找来了一个男同事 偷偷暗中保护自己 没想过你时刻 红时的电话突然消气 这让小帅立马察觉到了她 就这样 小帅二话不说 就对着两人大大出声 也是一名杀人密集的小帅 男孩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严重着就要被扔下她了 女孩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熟悉的歌曲 再多让小帅右眼开始吃痛 男人也趁机摆脱了束缚 而同时 大庄也再次获得了小帅的视野 碰巧看到了她打人的一步 但她想要上去救人 可右眼传来的刺痛 让她根本无法前进半步 最终只能眼睛睁 被小帅从高楼推了下来 可怜的女孩 心狠的小帅也没有放过 这让大庄非常生气 愤怒的一口气跑了16楼 是要找到这个杀人凶手 幸运的是 在大庄的不惜努力下 果然看到了小帅熟悉的身影 并且跟身影来到了厕所 可她却在关键时刻找错了人 接着开始翻找了起来 熟悉着自己的对话 权威躲在阁楼里的小帅 听得一清二楚 得知自己找错人后 大庄这才把目光 锁定在了唯一繁琐的阁间里 最后吃到这些 你们在想到呆了 什么词 这三个人 able人